大家好,欢迎到Sys Mandarin来 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中文故事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夜宫浩龙 夜宫浩龙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then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好,谢谢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好,那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夜宫浩龙 夜宫浩龙 夜是他的姓 他姓夜 宫是以前的时候大家称呼男子 宫 会说他的姓 然后说宫 夜宫 礼宫 王宫 好,但是现在不常说了 是以前 好,夜宫 浩龙 浩 好,这个是第四声 浩 就是喜欢的意思 夜宫浩龙 就是夜宫他喜欢龙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故事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故事 春秋时期 有位叫夜宫的人非常喜欢龙 春秋时期 有位叫夜宫的人非常喜欢龙 好,那我们看一下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这个是春秋时期 那夜宫他生活在春秋时期 好,那春秋时期 有位 就是有一位 位 是说人 我们可以说 一位老师 一位学生 那有一位 那有一位 叫夜宫的人 这个人 他的名字 叫夜宫 大家都叫他夜宫 好,那有位叫夜宫的人 非常喜欢龙 他特别的喜欢龙 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春秋时期 有位叫夜宫的人 非常喜欢龙 不管是装饰品 门窗 碗盘 衣服上 都有龙的图案 不管是装饰品 门窗 碗盘 衣服上 都有龙的图案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是装饰品 装饰品 好,装饰品 那我们在节日的时候 一般都会买一些装饰品 那装饰品呢 会让房间看起来更漂亮 好,装饰品 门窗 门窗 好,门和窗子 窗子 门窗 好,碗盘 我们吃饭的时候 用的碗和盘子 衣服上 穿的衣服上 都有龙的图案 图案 就是龙的照片 龙的图案 好,那 不管 都 好,不管 都 no matter 我可以说 不管天气好不好 我们都会去上课 不管天气好不好 我们都会去上课 no matter the weather is good or not we will go to class 不管天气好不好 我们都会去上课 好,那我再来读一遍 不管是装饰品 门窗 碗盘 衣服上 都有龙的图案 连他家的墙壁上 也画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龙 连他家的墙壁上 也画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龙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连 也 连 也 就是even 连 也 我们可以用也 也可以用都 我们可以说 连他也来了 连他也来了 even he came 连他也来了 好,连他家的墙壁上 墙壁 墙壁 那我们房间有四面墙 有四面墙 好,墙壁 那墙壁上 我们会用上 在墙壁上 好,连他家的墙壁上 也画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龙 好,我们说龙 我们用条 一条龙 两条龙 好大好大的龙 好大好大的龙 就是很大很大的龙 我们可以说好大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好冷 好冷好冷的天 好冷好冷的天 It's very cold 好冷好冷的天 好冷就是很冷 好热就是很热 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连他家的墙壁上 也画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龙 大家走进夜宫的家 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大家走进夜宫的家 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 就是很多人 所有的人 走进 走进 就是到夜宫家的里面 走进 好,走进夜宫的家 还以为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以为 以为 我可以说 我以为今天是星期五 我以为今天是星期五 I thought today is Friday 我以为今天是星期五 其实不是 今天是星期六 好,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龙宫 龙宫就是龙生活的地方 好,那我再来读一遍 大家走进夜宫的家 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到处都可以看到龙的图案 到处 到处都可以看到龙的图案 到处 到处就是在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 好,那到处一般会和都一起说 好,到处都 那我可以说 到处都是人 到处都是人 There are people everywhere 到处都是人 到处都是书 到处都是书 There are books everywhere 到处都是书 到处都是书 There are books everywhere 到处都是书 好,那这个呢 是到处都可以看到龙的图案 夜宫常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龙 夜宫常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龙 好,那夜宫常说 就是夜宫常常说 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字 常 好,夜宫常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龙 就是夜宫他非常非常 特别的喜欢龙 有一天 夜宫喜欢龙的事 被天上的真龙知道了 有一天 夜宫喜欢龙的事 被天上的真龙知道了 好,有一天 就是有这么一天 夜宫他喜欢龙的这件事情 是就是事情 被天上的真龙知道了 真龙 真龙就是真正的龙 知道了 他知道了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看 这里有一个被 这件事被他知道了 这件事被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这件事 他知道了这件事 He knew this 这件事被他知道了 这件事被他知道了 好,那被 背 is a passive structure 桌子上的饭 被他吃了 桌子上的饭 被他吃了 The food on the table was eaten by him 桌子上的饭 被他吃了 就是他吃了桌子上的饭 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有一天 夜宫喜欢龙的事 被天上的真龙知道了 真龙很受感动 决定去夜宫的家 拜访拜访他 真龙很受感动 决定去夜宫的家 拜访拜访他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真龙 真正的龙 很受感动 好,受感动 受感动 好,那我可以说 他的朋友 在他生日的时候 给他买了一个礼物 他很受感动 他很受感动 He was really moved 他很受感动 好,真龙很受感动 决定去夜宫的家 决定 决定 决定做一件事情 那我可以说 我决定去中国学习中文 我决定去中国学习中文 I have decided to go to China to study Chinese 我决定去中国学习中文 好,决定 决定去夜宫的家 拜访拜访他 拜访 拜访 就是去看一看他 拜访 我可以说 我们去拜访老师 我们去拜访老师 We are going to visit our teacher 我们去拜访老师 好,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真龙很受感动 决定去夜宫的家 拜访拜访他 这天 真龙从天上飞到夜宫家来 把头伸进窗户 大喊说 夜宫在家吗 这天 真龙从天上飞到夜宫家来 把头伸进窗户 大喊说 夜宫在家吗 好,这天 就是这一天 有一天 真龙他从天上飞到夜宫家来 把头伸进窗户 伸 伸 好,那我们可以说伸手 伸手 好,把头伸进窗户 窗户就是窗子 窗户 大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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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声音非常的大 大声地说 大喊说 夜宫在家吗 好,我再来读一遍 这天 真龙从天上飞到夜宫家来 把头伸进窗户 大喊说 夜宫在家吗 夜宫一看到真正的龙 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夜宫一看到真正的龙 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夜宫一看到 一看到就是 他刚刚看到 他就吓得大叫 好,那他看到真正的龙 不是图案 不是龙的图案 是真正的龙 吓得大叫 吓 吓就是非常的害怕 吓得大叫 大叫 大叫就是大喊 声音非常的大 他大叫说 好,他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抱头 抱头 抱头就是 把手放在头上 抱着头 抱头 就跑 跑 就是 跑开了 好,那夜宫一看到 真正的龙 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真龙觉得非常奇怪 说 我是你最喜欢的龙啊 真龙觉得非常奇怪 说 我是你最喜欢的龙啊 好,那这个真龙呢 他来拜访夜宫 然后夜宫呢 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这个真龙呢 他觉得非常奇怪 非常就是特别狠 他觉得非常的奇怪 奇怪 嗯 好,他不知道为什么 好,他说 我是你最喜欢的龙啊 原来 夜宫 并不是真的 喜欢龙 原来 夜宫 并不是真的 喜欢龙 原来 就是 it turns out 原来 好,原来 夜宫 并不是 并不是 那并 就是 unexpectedly it usually goes with negation 好,并不是 真的 喜欢龙 好,那我可以说 天气预报说 今天很冷 但是今天并不冷 但是今天并不冷 好,天气预报说 今天会很冷 这个考试并不难 这个考试并不难 This exam is not hard It indicates that it's not that hard as I expected 这个考试并不难 这个考试并不难 好,原来夜宫 并不是真的 喜欢龙 真的 就是really 真的 好 原来夜宫并不是 真的 喜欢龙 他喜欢的 只不过是一些 像龙的东西 而不是喜欢真龙 好 他喜欢的 只不过 只不过 就是only 只不过 那我可以说 他只不过是说说 他只不过是说说 He was only saying about it 他只不过是说说 好 他喜欢的只不过 是一些像龙的东西 一些 就是 不是一个 是两个 三个 或者很多 是一些像龙的东西 而不是喜欢龙 而不是 但是 不是 喜欢真的龙 真正的龙 好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他喜欢的 只不过是一些像龙的东西 而不是喜欢真龙 这个成语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他 甚至是畏惧他 这个成语比喻表面上好 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他 甚至是畏惧他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成语 成语就是一点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是一个成语故事 好 这个成语比喻表面上 表面上 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 好 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 爱好就是喜欢 在这里是喜欢的意思 好 表面上喜欢某一事物 某一事物 a certain thing 某一事物 实际上 实际上 但是 其实 并不是真正爱好他 真正 really 并不是真正爱好他 甚至是畏惧他 甚至 甚至就是even 畏惧 畏惧 就是非常地害怕 非常非常地害怕 就是畏惧 好 那我们再来读一遍 这个成语 比喻 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他 甚至是畏惧他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读一遍 夜宫浩龙的故事 我们这一次呢 是没有拼音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读一遍 春秋时期 有位叫夜宫的人 非常喜欢龙 不管是装饰品 门窗 碗盘 衣服上 都有龙的图案 连他家的墙壁上 也画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龙 大家走进夜宫的家 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到处都可以看到龙的图案 夜宫常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龙 有一天 夜宫喜欢龙的事 被天上的真龙知道了 真龙很受感动 决定去夜宫的家 拜访拜访他 这天 真龙从天上飞到夜宫家来 把头伸进窗户 大喊说 夜宫在家吗 夜宫一看到真正的龙 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真龙觉得非常奇怪 说 我是你最喜欢的龙啊 原来 夜宫并不是真的喜欢龙 他喜欢的只不过是一些像龙的东西 而不是喜欢真龙 这个成语比喻表面上爱好某一事物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他 甚至是畏惧他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 喂 喂 春秋时期 有一位叫夜宫的人 非常喜欢龙 装饰品 装饰品 门窗 门窗 图案 图案 不管是装饰品 门窗 碗盘 衣服上 都是龙的图案 不管是装饰品 门窗 碗盘 衣服上 都有龙的图案 连 也 连 也 墙壁 墙壁 连墙壁上 也画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龙 连 墙壁上 也画着一条好大好大的龙 以为 以为 龙宫 龙宫 大家走进夜宫的家 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大家走进夜宫的家 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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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处都是龙的图案 到处都是龙的图案 受感动 受感动 决定 决定 拜访 拜访 有一天 天上的真龙 听到了夜宫喜欢龙的事情 他受感动 决定 决定 去拜访 拜访 夜宫 决定 去拜访 拜访 夜宫 深 深 大喊 大喊 下 下 抱头 抱头 有一天 真龙 从天上 飞到 夜宫家 把头 伸进窗户 大喊说 夜宫在家吗 夜宫一看到真正的龙 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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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 只不过 真龙觉得非常奇怪 我是你最喜欢的龙啊 原来 夜宫并不是真正喜欢龙 只不过是喜欢一些像龙的东西 好 那现在我们来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们走进夜宫家 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为什么人们走进夜宫家 还以为走进了龙宫 对了 因为在夜宫家 到处都可以看到龙的图案 到处都可以看到龙的图案 好 第二个问题 真龙很受感动 决定做什么 真龙很受感动 决定做什么 对了 真龙很受感动 决定去拜访拜访夜宫 决定去拜访拜访夜宫 好 第三个问题 夜宫为什么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夜宫为什么吓得大叫 抱头就跑 因为他看到真的龙 因为他看到真的龙 好 第四个问题 你觉得夜宫真正喜欢龙吗 你觉得夜宫真正喜欢龙吗 他并不是真的喜欢龙 他并不是真的喜欢龙 他喜欢的只不过是一些像龙的东西 他喜欢的只不过是一些像龙的东西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夜宫耗龙这个故事 希望你喜欢 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好 谢谢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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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